唯一班主任不可欣赴 不能功虧一篑 如果我们这样一步一脚印 如果能力努力地持续地走下去 我们乐见7月26号会有一个好的方向出来 今天新北市的新增本土 硬力总共有五例 其中有一例是新增的 四例是居家隔离 转为阳性的找到的总共有四例 所以这个机格阳性的这四例 其实都在我们的匡列当中 还包括解隔前 那这里面的分布综合有三例 深坑板桥各一例 今天我也开心地看到 全台湾总共有八例 这八例在这里面扩掉 居家隔离阳性的四例以外 真的新增的本土病例是四例 四例包括我们新北台北 桃园台中各一例 这样一个好的状况 我们大家更要攜手同心 一起面对防疫 有效的控制疫情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新北 台北 桃园 台中 还有其他的各县市 大家一起努力 至于我们新北 除了我们一个新增加四个机格阳性以外 我们五例以外 我们的列馆 居家隔离有729人 今天可以解隔98人 至于新北的这五例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 新北这五例 目前没有人住院 五个都在集中检疫中心 这五例 有四例是居家隔离 精正的新增的就是一例 这五例 包括居家隔离四例 其中在中和两例的居家隔离 而找到的阳性 是在前几天 有某个朋友 传给在中和的板桥的两个朋友 所以这个都有在我们的匡列 所以这个当中大家安心 就是家父的这两人 我们都已经掌握整个感染源 而且都在隔离当中 在最早出来的阳性个案 至于跟台北有关的 刚好是三个人 三例 其中有一个是家父的感染 那这个家父的是因为 当时在华南市场里面 那这里面因为 他的先生染疫以后 再传给他的太太 这也是从华南来的一个 这个在本桥 另外在公司里面 有一个 这个是在深坑 他的老板在台北市 然后老板确诊以后 再传给他的员工 所以这一例 也在我们的深坑 对了一例 至于还有一例 叫新增的 真正今天新北市新增的这一例 才是我们特别要重视的 因为前几例都完全的掌控在机甲隔离当中 新增的这一例 他的工作的职场在台北 是因为他在台北的亲属 在工作职场里面染疫以后 他个人住中和也在台北工作 然后传给他 他已经传了 确诊 所以这个是因为台北的职场染疫以后 再传给他的本人 所以这个人因为居住在新北市 所以在新北市列为新增的确诊个案 所以跟台北市有关的三人 所有的感染源也非常的明确 所以新北市虽然列了五个人 其实新增的真的只有一个人 其中这四个都是居家隔离 而且这五个人最重要的感染源 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新北市面对疫情 一定要有信心 能够很快式的扩大匡内 採检隔离 斩断隐形的主播念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这里非常的谢谢 大家一起努力 能够把疫情控制住 至于这五个人当中 我们特别匡列的接触者有五人 居家隔离有四人 那目前完成快筛两个人PCR三人 目前都是阴性 跨县市通报给台北市两个案子 苗栗县一个案子 为解封的假期的第一天 我们新北市的所有的风景区 启动人潮仪表板 只要到百分之二十 就会发布警信建立不前往 三十就会开始做好节点的人潮分流 那人数达百分之四十就管制人车进入 那从今天早上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有的人潮仪表板的掌控 可以看到风景区的人流 都能够遵守我们的防疫规定 二是我也发现 虽然大部分都可以遵守 仍然有少部分 像供僚海边 这些少部分的景点里面 我们都还是会有看到零星的人 在这样一个地方会造成有群聚的现象 我们都会适时的来做迁移 那大致新北市的各风景区的景点 一切非常的良好 至于我们在7月26号 大概还剩下十天左右 我们面对这十天的疫情 我们仍然要非常小心谨慎意义 因为疫情其实起起伏伏 千变万化 如果稍有不顺 就马上会造成疫情再起 虽然这一段时间可以看到 各县市都非常的努力 大家攜手 不管区域 联防 或是整个互相的通报 有效的控制疫情 我们看到大家的努力 我们都会朝 有信心往好的方向的结果 大家努力的团结在一起 即便对疫情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一步一脚印 如果我们努力的持续的走下去 我们乐见7月26号 会有一个好的方向出来 所以到7月26号 还将近十天 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大家用滚动式的检讨 试状况来做一个调整 我们下期 available